上街吃饭买东西 你一定遇过这样的状况 小姐您的饮料好了 请问有带几点卡吗 忘了没带 或者是急着想用卡 却找不到能派上用场的那一张 我明明就放在皮包里面啊 怎么找不到了 乱成一团 只为了找到卡片几点打折 但现在有了这支EverPen 靠着超音波感应下载APP 消费者不管到哪里买东西 只要带上手机 就能几点 既然叫手机就一定有麦克风 把超音波做在这个笔上面 只要盖下去的时候 它会放出超音波来 那手机自然就接收得到 那等于是它在做一个密码的 加解密的动作 所以对业者来讲它很方便 它就要在手机上盖个章 那消费者也不用做任何动作 它接受手机自然接受到 这个音频的时候 就可以做解码几点的动作 轻轻按一下 一个APP可以整合无限章卡片 买饮料的点数 餐厅会员卡都能存在手机里 以前值本卡的话 就是会常常就是几点卡不见 或是找不到几点卡 现在我们手机一定要带手机 所以我们就是手机一拿出来 然后给店家看一下 我们就一样有这个优惠 点数不会因为值本弄丢而消失 还能随时查到不同商店的优惠 点数 除了消费者方便积点查询 对店家来说 附加价值更大 只要一支EverPen 因为管理系统都在云端 几点过程的背后 记录下来的 通通都是店家 差异化行销的资本 比如说我今天可能中秋节快到了 或者是Christmas快到了 那我想说有一些用户 可能三个月都没回来过了 他之前有累计点数的记录 那我这次可以只针对 这些使用者 或者是你多久回来一次的使用者 我发一个coupon券给你 我可以把这些族群给挑出来 我针对这些族群 我给他特别的优惠 其实方便性很大 现在的人都有智慧型手机 那其实也都会一直都会带着手机 那其实这样来几点的话 其实会非常的方便 其实如果有效应来 有简讯来 告诉我说 现在有什么优惠呢 其实会让我比较想说 再来电消费 只差一点就能换赠品的 或是一个礼拜 消费三次的主力顾客 可以针对不同族群的消费者 发送不同的优惠讯息 靠着智慧型手机 如影随形的使用惯性 小小一支Apple Pen 比起完全无法追踪 效益的纸本集点卡 带来的商机更加惊人 这3个远突小的价格 这么多的价格 我们可以做6个远突小的价格 咱们就拿了一份价格 想回到1个价格